最近就是这些中资的资源股的表现是非常的强劲 相信是跟中央对基建的业务投放是有一点的关系 特别是刚才水泥跟这个圆铜的资源的价格 还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反弹有关 短期来说我相信这个资源价格的反弹会持续一段的时间 对这些资源股市会有一个大拉动的作用 我相信这是就像江系统跟中国旅业的股份 应该还有一定的相声的空间 投资者可以在现水平去投资的买准